自从上次吐槽天籁 就好像打开了新世界 今儿我给大家盘盘朋友家 这辆三手的宝马X3 我蹭着开了小俩月以后 感觉啥呢 就一个字 我不配 大家好 这里是海鲤汽车台 我是啥也不配的海鲤 先说说这辆三手宝马的基本情况 总结来说就是极品 它是第二代X3 代号F25 出厂时间是13年5月 车铃已经10年了 行驶里程接近13万公里 这车是朋友的19年 花了19000美元 从当地宝马经销商那买的二手 成了这车的第三任车主 和前两人车主一样 这个车就是日常买菜 偶尔开开长途 可以说开得非常省了 关键是 这仨车主的所有维护保养 全都是在宝马经销商那 按照宝马官方手册做的保养 这个保养水平 可以说是相当过度了 所以这个车 不管是外观 内饰 还有开起来的感觉 都不像是一个已经十年的宝马 作为一个理论水平很高的 业余验车爱好者 我也里外都看了一下 发现除了涡轮增压器 有点渗油以外 这车其他地方都出奇的干净 尤其是N20机头的尴尬 干净到我都有点不习惯那种 哪有十年的宝马机头 连钉点油泥都没有的 整得我还有点失望呢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车的优点 就是好开 特别好开 出奇的好开 F25这代X23当年在美国只卖两款 一款是这个2.0T加8AT的 还一款3.0直6自锡加8AT的 都是只有全区 而且都是只有一个配置 但是讲真 宝马这套动力总成还是相当带劲的 要效率有效率 要细腻有细腻 一脚下去 你踩多深 它就能给你多少动力 还是干净利索 这可是个十年的车了啊 除了动力 这X23的悬挂也特别宝马 就是前半段软绵绵的 可一旦有重量压上去 悬挂就能马上韧起来 这个动力加悬挂放在一起 让开它的人就很放松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西边这几个州 65和75英里每小时限速的路都有 跑起来呢 最少都是限速之上再加10英里 也就是能跑120到150公里每小时的样子 速度要比国内高得多 但路况可比国内差多了 不光是路面质量不好 起伏和坑挖多 像出口扎道 有的地方就是300多米的缓冲 然后紧接着一个发卡弯 但越是这种破路 X3就告诉你 开宝马坐奔驰不是句笑话 这么听起来 这车开着这么殆劲 是不是当年应该卖得老好了 还真没有 在北美 这车当年不光卖不过雷克萨斯RX 和欧哥的RDX 也没卖过奥迪Q5和奔驰JLC 为啥呢 原因特别多 我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 空间和事业不好 咱都不用说它跟日系去比 那就真有点欺负宝马了 咱就说它这个前后排空间 还有后排中间这个突起 都不说坐五个人 就坐四个我这样的都不富裕 换那种美国大胖子的话 那就得急死 而且它整体视野很一般 腰线高 玻璃面积也小 其次呢 这车日常便利性功能 缺的比较多 比如啥呢 比如它既没有造车雷达 也没有造车摄像头 一般来说 卖到美国的车 造车雷达前缝的比较多 可一个战损版画质的摄像头 能加多少钱呢 宝马愣就没给 车都卖这么贵了 这点钱就非得省 而且我不是说这车视野一般嘛 像从超市停车位 往外倒车这种操作吧 就很没有安全感 除此之外 像后排电源啊 多USB口啊 座椅通风啊 也没有 真正做到了该有的没有 不该有的也没有 这就让这个X13有点吃亏 毕竟大多数人 对车的操控要求没那么高 反而对车内空间 和日常便利性要求会多一些 就比如李泰 对他来说 车能开就行 但是车里空间要大 USB口要多 特别是倒车影像 倒车雷达一定要有 要不侧门子后杠上 他就得三天两头的 带回来点别人车上的漆 总之呢 这辆X13操控很好 便利性配置很缺 最终它的定价 让它销量就不是很美丽 我查了一下 14款X13当年的新车价格 要4万刀 和RX一个价 比欧哥RDX 奥迪Q5和奔驰GLC都贵 所以这么比起来就不是很能打 当然还有另一个限制它销量的原因 就是维护保养的成本 这个月正好赶上这车的例行维护保养了 我就跟朋友一起去了 我给你们看看这车的经销商那儿的账单 看完了都胃疼 一 车况检查 240美元 咋查呢 就是用电脑从OPD接口那儿读下码 当然不是用我这种水水的 肯定是宝马自家的电脑 然后上架子把底盘升起来 人工检查一遍 2 换刹车油 175块8毛8 3 换座舱空气滤芯 161块7毛5 4 换火花三 409块8毛5 总计 1046块5毛6美元 这里面零件成本 只有202块4毛9 人工费用达到了 惊人的 780块8毛9 这还没算换机油的一笔钱啊 因为机油是在另一个套餐里 折下来 换机油还得再花个100多枚刀 这只是维护保养 这还不是修呢 还记得开头我说的那处涡轮渗油吗 如果到了修那一步 经销商给的报价是6000刀 就是4万多人民币 那要是刚盖渗油呢 要是变速箱维修呢 其实这个X3的维护保养成本高的问题 在德系车和进口车上都存在 哪怕是专修店能便宜一半 但这种车随随便便一修 就能修得比车残值还多 这就是宝马也好奔驰奥迪也好 在美国完全迈不过这本车的原因 因为真的养不起 我后来查了一下 F25这代X3换代以后 就是第三代代号G01的X3 在美国的销量就好了很多 为啥呢 因为换代以后的X3仍然是前置后驱 它最突出的驾驶感受没有丢 但是舒适性和主动安全配置上的非常多 实际上还是性价比提升了 但如果我生活在美国 我还是不会去买一辆X3 因为同样的价格 我可以买到一个比它大得多 舒适性也高很多的美式或者日式SUV 宝马操控香不香 香 长得好看吗 好看呀 但是 我不是穷吗 我除了貌美如花 冰青玉洁 就啥也没有了 所以 X3 我真的不配 但是 我也的确有点好奇 在燃油时代 像X3这种卖点鲜明 既走量 又能有不错利润的车型 可以说是宝马赚钱的中间力量 那么在电动车称王称霸的年代 像X3这个定位的电动宝马 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